十五天前 杨家老母亲不幸离世 十五天后 还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的杨家姐妹 为何要来到金牌调解 我弟弟他有钱就可以解决 他会去买 不管路多远 他认得路 我哥哥有钱都会饿死 必须有个人照顾他 原来杨家有兄弟姐妹四人 兄弟俩身体不好 生活不能自理 今天 姐妹俩要争的是母亲离世后 谁来照顾这两兄弟 他的儿子在外地 我的女儿也在栏上 我现在有什么事我可以交代 我是全心全意在他们头上的 你说我不会到我儿子里 我就捐住这两个人 为了抢夺抚养权 杨家姐妹互不相让 在调解现场展开了一场长达四个小时的唇枪舌战 他没有责任性 没有担当 我用我的方式来照顾他们两个 他和他爱人有的时候会限制我弟弟和哥哥 跟他们相处也不是很愉快 争先恐后照顾兄弟为何要闹得面红耳赤 他们争抢的背后究竟有什么动机 姐妹二人看似充满爱的举动 为何会遭到调解团队的纷纷指责 你错了 你大错特错 我今天告诉你什么是他们永久的保障 你有多大的本事 你以为自己是全能的吗 在这场家庭纷争中 金牌调解团队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使出怎样的新招 帮助他们厘清关系 化解姐妹矛盾 个人并不赞成你来照顾哥哥和弟弟 我也不赞成你去干扰这个妹妹怎么样去照顾好哥哥和弟弟 你要学会相信他 他真的是照顾哥弟的最好人选 如果我们简单的就把大铁归为冷酷 无情 我个人认为有失偏颇 杨家姐妹能否在金牌调解团队的帮助下握手严合 齐心协力照顾好患病的兄弟 今天的调解为您讲述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 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津平 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是姐妹二人 首先了解一下姐妹二位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因为是这样的话 我爸爸也没有了 妈妈也没有了 我的哥哥 我的弟弟 是一个无其未能力的人 我用我的方式来照顾他们两个 兄弟他们两个人有自理能力吗 有 我弟弟可以照顾我哥哥 但是他无心中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跟他调理一下嘛 买的菜多呀 我们像他要跟他那个合理安排一下 衣服要帮他洗一下 这些他不能自理 就是温饱他们基本能解决的 对 温饱他们能解决 像有的时候我们不过去他自己会做坏 但是他无心中不是说做的合适啊 或者他们要不去做熟了 要不去做多了 这样不会划算你知道吧 哥哥是个什么状况 我哥哥他等于说完全是要我弟弟照顾 妹妹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就是我哥哥和我弟弟我来管 因为我毕竟跟他们相处的时间长 我结婚的时候跟我妈妈一共住了12年 我清楚我哥哥和我弟弟的那个喜好还有那个饮食方面的哥哥 如果姐姐一起照顾或者说有姐姐照顾 那这个东西就很难说 我担心各个方面 姐姐要说什么 她说的这个话其实都是我们两个共同监管 生活方面他们两个是很简单的 我弟弟和我哥哥外面的事都一直都是我在管理 兄弟有难 姐妹争相伸出援手 如此有爱的举动无不让人动容 可是还没等大家来得及回味其中的温情 妹妹就在现场说出了姐姐要求照顾兄弟俩的冰冷现实 就是因为要分她才会到这里来 妹妹告诉大家15天前母亲不幸离世 除了留下患病的兄弟二人 还有一笔80万的拆迁款 按照母亲生前私下留给她的口头遗言 拆迁款用作兄弟二人日后开销并由她代管 兄弟二人的生活同样由她接力照顾直至终老 我妈妈都这样说 她说以后就辛苦你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你儿子在福建上班 你这里还有两个这个人 以后你真的很辛苦 我说我不辛苦 我不到我儿子那去 我就跟这两个人 这妈妈是吧 钱和兄弟们都托付给你了 对 让她始料未及的是 正当自己搬进兄弟家 准备履行母亲遗言的时候 姐姐提出了抗议 在姐姐眼里 妹妹无非是假传遗言 看似无私照顾兄弟 实则借机挪用拆迁款 满足个人私心 作为家中长姐 她力争要来金牌调解 揭开妹妹的面目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姐姐列举了母亲住院时发生的 一桩报销款事件 我母亲8月17号住了一支院 住院的时候我爱人说 我们是不是要出一笔钱 他们三个人是没有经济来源的 我说不 因为我妈妈有币房款嘛 我说就让他自己用自己的 就由他们两口子进进出出 都是由他们交的钱 他出来以后 就是我母亲在医院 那个出院呢 我就跟他提出 要把这个账目算清 总共有多少钱 我母亲发销上用了多少钱 还剩多少钱 我心里要有个数 这笔钱对我哥哥和我弟弟 是很重要的 是我弟弟和我哥哥的养老钱 我找他算账 他一直疼疼吐吐 我说要把这个 妈妈的费用有多少 你再问我打死你去来 就是说我没有权力 我问这笔账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 当时出院手术 是我爱人去拿的 有一张发票 发票他多少钱 什么都是明细在那里的 包括我母亲那个 等于身后已经过世了嘛 身后的报销一起给她 她说我不要这个费用 我要医院的那个发票什么的 我说医院发票 还有二十包销 二十包销要到医保去去的 那么我说那这个钱 我拿到医保去去搞二十包销 才能算出来用了多少钱 是吧 现在这个钱还没下来 我不相信她 因为是这样的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问她 每一次她给你的态度是什么 没有报下来 这个有没有确实是没有报下来 不可能 不是可以去问医保去 我已经问了 问的结果 我前期工作我已经做好了 她说可以在有的医院是可以直报的 有的医院 那是大并起报 还有二十包销和那个苹果包销 手机上有接瓶的 我还特意 你问了谁 你告诉我们你问了谁 我问了西部局医保局 你问了妈妈住的那个医院吗 问了 医院给你什么答复 医院的答复说是可以报的 因为我问了医保 是可以报的 对 我问了医保局 稍等 报完了没有 他们的什么过程我一概不知道 都用我妈妈这批房管 只有他和我弟弟之间 我一概都不知情的 我弟弟是本身他老是不清楚 我问了三个 其实这个很大地方当完 我有录音个 你到18个小时 18个小时 妹妹就要表这个态 如果说全部办完了以后 这笔账目可以给他们去看吗 可以 是没问题的 对 所以对于妹妹来讲 这个只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 对 并不是我不给你的问题 对 尽管姐姐在举证报销款这件事情上 没能拿出确凿证据 可是不信任的种子 早已在她心里生根发芽 她坚持认为妹妹寄予拆迁款 你的第一反应是他们动了手脚 对 你认为她都说的话信誉度高吗 面对妹妹的冷笑反驳 姐姐不惜说出了一件 全家人至今不愿意提及的伤心往事 进行回击 随着这件事情的展开 整个调解现场的气氛变得异常沉重 是这样的 我母亲在外科住了几天的院 住了一点 病情就恶化 恶化在9月4号 就从腹外科转到了神经外科 神经外科以后 晚上一点多钟 就已经到了休克的状况 就到了重症肩负死 过了一个星期 医生就跟她说 因为我妈妈就是奄奄一息的那一种 然后我们家属就说要商量嘛 因为重症肩负死 医疗费比较昂贵知道吧 我就这样想 如果是能用一笔钱 把我妈妈救回来 OK 我可以接受 但是用了钱 我妈妈是不可能救回来的 已经到了判死刑的阶段 从我妈妈的身体状况 就说没有资料的架子了 就是我跟她爱人商量 我说把这个钱 用在我哥哥和我弟弟身上 她的爱人就说 要留着过一个生日 就说过一个 留着监控室 过我妈妈一个生日 过了一个生日以后 还要过一个中秋节 我就说这是没有意义的 我就决定 10月2号出院嘛 她遇到这个事 跑得远远的 就是你过去过去 不跟你算 有什么意义 我是不知道的 我是说她很行 真的很行 我毕竟说句老实话 我不管 不管是在病房里面 还是当初的时候 我都是这样说的 就是即使这80多万 用到我母亲身上 已经治完了 没有钱了 我还会借钱治 你不要过去的抗 对 我心里过不去 不对 对 我妈妈没有治疗的意义 因为外科的医生 和普外科的医生 都说了 只要说都没有这个价值 那个重症健库师的医生 我们试试看 其实她就是说 她就拖延 拖延和这笔账是有关系的 目的是要把这个医疗费 从这个里面那个 我可欣赞 你的意思就是说 妹妹她们一直迟迟不肯放弃 这个无谓的治疗 她们就是要在这上面花钱 花的钱越多 这样账目就可以 她们拿到越多 是这个意思吗 对 你这么想的 这就可怜了我的母亲 她的一个 她的一个举动 就可怜了我的母亲 你是什么想的 只不过是出动了你的利益而已 你就说少分的钱 在当时的状况下 对于母亲是否继续选择治疗 不能绝对的说谁对谁错 但姐姐却以此 作为指责妹妹藏有私心 心占贤财的理由 妹妹心里显然很不甘心 接下来她在现场 开始了对姐姐的连连反击 在她看来 仅凭拆迁款由来的真相 就足以表明自己的真心 当时这只套房是房改房 我用了一万多块钱 把它买下来了以后 转到我母亲名下 我可以要求加我的名字 但是我没有要求 我母亲就问我 她说要是拆迁那怎么办 我说拆迁怎么办呢 我说又没有好多人 等你们三个人百年之后再说 要不就平分 要不就怎么样 我母亲就这样想的 她说那就等于说 你就是吃了亏一样 我说那有什么吃亏不吃亏吗 反正是姐妹 我是跟你们买的 为什么当时是由你出资呢 因为当时问了她 是你买还是我买 当时问了她的 她说她不买 我买 她问艾伦是农村的 在我们家 就是为这个房子的事 为这币拆迁馆 所以引迹一下的不信 你认为妹妹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我已经动心了那笔块 那个时候我爱人就表示 不管这个房子拆不拆迁 都是她们三个人住 还有以后要是拆迁 就是她们三个人的生老病死 如果她是留给我 说留给这三个人的用 我今天就不会坐到这里 就是你就是不相信 对 说来说去就是这笔拆迁馆 其他都没有 在当时没有这笔房子 她是这样讲的 她说小桃 弟弟还是跟你讲的来 我哥哥跟你相处的也好 以后这两个人可能要 你们两个人要多费点心 拆迁之前 我跟我母亲住了12年 为了我儿子读书中 在宏渡读书中 我就搬到宏渡去了 但是搬到宏渡以后 我就经常来往于 宏渡跟我母亲之前 买菜 洗衣服都是我在做 兄弟们等于也是 无形中在我照顾 反正就是我妈妈 像水电费 煤气 那个水表改造 那个电表改造 都是我出的钱 水表改造原来一千多块钱 我爱人 我爱人时都没死一下 马上就是从口袋里面 拿出一千多块钱出来 她说改造改造不要紧的 所以这些如果他们生活有问题 你们会站出来 对 姐姐没有去要求过她 对 到现在那个水电费 没气费都是我出 她从来不会过我妈妈的生活 怎么样 在这12年当中 我也有工农照顾 当时我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就靠我爸爸的退休金 我爸爸去世了以后 我弟弟受到这个打击 我弟弟就犯病 我哥哥要住院 我妈妈是没有稳定工作的 在万水馆 就不是看人家自行者两分钱 我在我同学的帮助下 10块钱借给我 武林街就跟我用两块板子 在地上卖菜 我就在我楼下的那个街上摆他 卖菜 我为父管这个家 她是没有在场的 她是在外地 从91年 一直生父她 到她结婚 96年 对 我是把这些弄好了以后 她才来 而且现成的 是在结婚的 那个钱拿出来的吗 当时母亲都说 你一分钱都没拿出来 就是交一百块钱的征服费 弟弟在医院的看一下 我的钱 我哥哥天天帮他 把那个卖剩的菜 也半斤半熟 冬天也是这样 没有的 那个外面的邻居 那个旁边的邻居看不过瘾的 都帮我 都帮我哥哥的忙 他说 这冬天的路好滑 你要小心一点 我弟弟和我哥哥 都是很信任我的 包括现在我跟他做饭洗衣服 都是很信任我的 像每次我到我妈妈的去 都是很欢迎的态度 我一直有这个心理 他来没有责任心 没有担当 我就是他们两个人没有走了 他管你有走了 没走了 把他的一扔就可以 就走了 无论是谈过去 对家庭的奉献 还是讨论现在 对照顾兄弟俩的初衷 早已失去信任的姐妹二人 各有说辞互不服气 那么在兄弟们的心里 未来的生活会如何打算 母亲留下的拆迁款 又会怎么安排呢 妹妹主动提出 愿意现场连线弟弟 由她代表哥哥一起做出选择 喂 是我 我喂呀 奶奶 你是女儿跟我一起生父 还是女儿跟她们一起生父 跟她们一起生父 跟她们 跟她们 还要问一下 那个钱归谁管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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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不要打 不要打 今天这个事吗 因为她不想看到我们这样对拨公堂 结果昨天晚上 我弟弟的情绪就很不稳定 到了一点多钟才没睡醒 我都是等到睡觉以后才睡 真的 我看到我弟弟很渴 她有表达过什么吗 没有 她心里就很难过 就说 要说出去说 不要再在我面前说 就是这样的 但是她还是愿跟我 她施行的承诺 我也愿意 就只要她们两个好 我也愿意 但是在她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如果她有时间到她婆子家 或者哪里去了 我不会找你 必须要找她 不能放空 两个人不能放空的 必须找我 我会去帮忙的 我不会找你的 我说我不会找你的 如果说 我会自己安排 她能照顾她更好 我也愿意 但是在这个节目上 我有两个字 永久得到这笔 她们两个在这笔钱上有个保障 拿个有效的保证出来 我的态度 日常生活 我绝对不会动用那笔钱 就是即使不够我自己贴 就是我管人 我管钱 对 我对她的方案我有意义 我的想法 不要她贴钱 不要她留钱 明白明白 就像这笔钱留着她们两个开销 是的 姐姐意思是就是要这笔 要确保这笔钱 每一分都要用到哥哥和弟弟身上 对 我要在监管这一部分 可以 但是钱不能给她管 钱要放在你这儿 对 但是你可以把所有的花销公开透明 这笔钱也不能放在她那里 我诉求有职论的部门 最低的部门 居委会 是吧 就到我哥哥和我弟弟住的居委会 要多少钱到哪里去 也就是说 即使妹妹承诺 她做到账目公开透明 你还是不信任她 对 她就其他里面挑骨头就是 说来说去就是这笔财钱管 其他都没有 她一直惦记这笔房块 居委会会管你这个事吗 现在居委会主任都被你骂得跟狗一样 可以叫她来 可以叫她来 这个事13年开始 谁对我说话公正一点或者怎么样 就骂谁 包括老邻居都可以打电话问的 包括我的亲戚朋友 尽管弟弟在电话里表达了 对当前家庭矛盾的无奈和气氛 但厂上的杨家姐妹依旧无法停止控诉 吵得不可开销 在照顾兄弟日常生活与监管拆迁款的要求 都遭到了妹妹的直接拒绝后 姐姐又提出了新的方案 我们两个把这笔房款 各分两半 我用我的方式来照顾他们两个 这笔房款不能分 拿给他们两个人 身脑病死都是在这里 拆现款究竟能否按照姐姐的要求 进行分割 兄弟两人未来的监护问题 如何处理才算妥当 观察员罗久保决定 首先从法律的角度 帮他们理清思路 再做定论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节目继续 其实今天到这里 我们要解决的是两大问题 第一个是遗产的处理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哥哥和弟弟的日后生活的照顾问题 先来讲遗产的问题 根据法律规定 继承人有平等的继承权力 但是假如生活有困难的继承人 可以多分 对被继承人生前照顾比较多的 可以多分 对被继承人生前有仪器 略带的少分或者不分 我们在这个基组上 理解透了 对处理后面的问题 就会有帮助 下面呢 就是涉及到 不能完全照顾自己的 哥哥和弟弟的监护问题 对于精神病人 或者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他的监护顺序是这样的 第一配偶 哥哥弟弟没有成家吧 没有 这个就没有了 父母已经去世了 成年子女 没有 那么后面 第四就是近亲属 指的就是你们两位 这里包括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啊 因为你们这里有姐妹的 首先是姐妹 要这些还没有的 就是他所居住地的村委会 居委会 或者其他 愿意承担监护义务的 其他的亲属 那么 你们家这个事 哥哥弟弟后面生活 监护的问题 其实就在你们两位身上 也就是说姐姐也好妹妹也好 对于哥哥和弟弟 都有监护照顾他的法庭义务 你们作为姐姐 或者作为妹妹 不是基于他有多少的遗产 就是哥哥弟弟是穷王蛋 你还得照顾 这个是特别要搞清楚 否则 你就会把对他们的照顾 和那个遗产捆绑起来 第二个我特别要跟做姐姐的讲 从你对养育之恩的母亲 在他最危险最关键的时候 你做出放弃治疗的时候决定 我个人并不赞成 你来照顾哥哥和弟弟 我也不赞成 你去干扰这个妹妹 怎么样去照顾好哥哥和弟弟 姐姐好我刚才说的重点点 我牙骨重锤 我为的是唤醒 我们对孝道的尊宠 同时 我们还得传承 家庭的文化 这件事情 闹腾 哥哥心里难受 弟弟难受 你的子女也会看着眼里 会复制到下一代身上 这个文化就玩了 你家里 那个八十万 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 是一别巨额财产 让这笔钱发挥更大的效果 照顾好哥哥 照顾好弟弟 姐姐我来和你说一下 我的感受是 这个妹妹不仅是合格的 而且是尽心的 你对妹妹有很多的揣测 想象 猜疑 包括扣帽 这些想法 它其实是会伤人心的 一旦你生腾出来 对妹妹的否定 你们之间的姐妹情 就如同一块发了霉的面包 变味就会一直蔓延 就如同现在你们在场上 呈现出的状态 你当时对妹妹的认定 或者妹夫的认定 那一刻看似当下是对的 那么我们就放到 时间的长河里去验证一下 是不是你主观认定的那样 她跟妈妈生活了12年 我们看到的是 她和妹夫两个人一块 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照顾着 在承担着 在管理着 对于妹夫 当初要花一万多元 去买断那个房改房 她明知道这个房子 是要给到 不是她个人小家庭的 是要给到 没有能行为能力的 小舅子们的 她二话不说 依然掏钱 同样 丈母娘在弥留之际 依然是这个妹夫 希望能够再去 给她多过一个生日 多过一个中秋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姐姐 你自己是不是承认 你当初的一些判断 一些认知 就是错的呢 我最后想劝一下姐姐 真的 你把注意力收回来 你不要总盯着妹妹 你要学会相信她 她真的是照顾 割地的最好人选 听完你们整场的表述很沉重 姐姐在场上 一直说到她的一个诉求就是 她想给两个兄弟 永久的保障 我就在想 你有没有去想过 什么才是永久的保障 这笔差一千块 你错了 你大错特错 且不谈他们看病需要花多少钱 这两个人 接下来每年的生活费 按照现在的一个生活水平 一个人一年一两万要花吧 这八十多万能支持多久 能支持多少 除非你认为他们几年之内就要离开 正常再活个十来二十年 又还能剩多少钱 然后再来一个三痛四病 那八十多万是他们永久的保障吗 我今天告诉你 什么是他们永久的保障 他们现在身边唯一剩下的最大的财富 不是这笔冰冷的钱 是他们身边围绕着一个团结的亲密的家庭 一个有爱的家庭 一个互相支持 互相信任的两个姐姐 两个可以同心协力为他们规划下半生的亲人 如果你认为人生的保障仅仅只是靠钱 那也只说明你对亲情的一种漠视 你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意识到 应该说更不能理直气壮的去说 我来管这笔钱 除了管钱以外 在接下来的生活照顾中 我对妹妹的一个说法也非常不认同 妹妹说不管怎么样 我会安排好他们 我一定不会告诉姐姐 我认为这里面有你很多赌气的成分 至少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的方法 你觉得你能照顾好哥哥和弟弟 甚至你可以安排好其他人照顾 在你不方便的时候 但我想问问你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之外 又还有谁能比这个姐姐相对来说更让人放心 今天如果你们是站在一种不信任的状态下来谈这件事情 不管最后这笔钱交归来谁来管 接下来都一定是悲剧 钱在谁手上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谁心里更能有这个家 三位观察员一致认为 姐姐对妹妹的怀疑与否定 是导致大家庭和睦发生偏移的直接原因 观察员李小云则认为 场上姐姐的表现释出有因 妹妹和其他家人的问题不容小觑 刚刚很多观察员都在谴责大姐 说大姐在妈妈已经没有抢救意义的状况下 就决定不抢救 我们说的比较通俗一点 叫做留钱 宝财是没有人性 是冷酷 我个人不完全赞成这个说法 我们要看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今天在整个现场 大姐所表现出来的状态 我们在结合前面 她对妈妈的某一些态度 包括你们所叙述的她脾气比较暴躁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原来的这个家庭里 二妹一定是比大姐更得宠的 大姐一定是从小 就是那个不太被父母喜欢和待见的孩子 那么在这样的状态里的话 大姐她心里是有情绪的 那么她的情绪需要到今天的现场 找到一个出口 可惜大姐的表达有限 我认为她到现场至今都没有说出来 我觉得很委屈 我在这个家庭里可能因为我的脾气性格 所以从小我就是不被待见的那一个 我不是说大姐在母亲去世这件事情上做的对 但是如果我们简单的就把大姐归为冷酷 无情贪财 我个人认为有事偏颇 如果一个从小就被母亲看到和爱的孩子 她是不可能在那个当下做出 这么让很多人无法接受的行为的 姐姐一直有一个举动 持续出现 那就是举手 要举手发言的人 她内心一定是遵循一种行为规则的 那么姐姐如果是按规则在办事的话 那为什么会在家庭姐妹 共同处理家庭这个问题上 会表现出这么明显的问题出来 姐姐内心所遵循的规则可能出了问题 从姐姐的陈述来看 在照顾哥哥和弟弟这件事情上 妹妹主内姐姐主外 姐姐主外 任何政策可能带给我们的福利 无论是哥哥还是弟弟这边的低保 报销 反正所有就像你说的都是我去办的 甚至为了查妹妹的账 什么医保局的电话 什么报销的地方 你一应都能去找 说明姐姐有一个行为习惯 或者是心理习惯 一直都精心于 维护自身的利益和福利 那为什么就这么好的一个协作关系 会变成今天的内讧呢 就是因为姐姐现在不甘心指主外 也想主内了 为什么突然之间就主内了 其实就是你的心理惯性 因为你一直在外边打交到最后的结果 你获得了奖利 你获得了认可 你的自我认可度太高了 而这个内在姐姐这卡到哪了 我觉得妹妹出了问题 妹妹这边 你在现场所有的表述里边 可能会让我们非常感动 就是平常的日常生活 我是绝对不动这笔钱的 我自己往里亏钱 我也要养我的哥哥和弟弟 那么我哥哥弟弟 即使我回婆家去了 然后没有人去照顾他们 我会自行安排好的 绝对不让我姐姐插手 这是什么意思 你有多大的本事 你以为自己是全能的吗 你的这种宣言对姐姐来讲 意味着什么 全盘的否定 那她这么主外能力强的人 那她要怎么介入呢 那除了监管钱 还能有别的介入方式吗 难道天天到家里就跟你闹去吗 而你能做好人做得那么彻底吗 如果我像你做好人做得这么彻底 我把钱直接给姐姐 我来养哥哥弟 行不行呢 不行吧 所以不能因为我们要做好人 我们就否定别人 你们的不信任 不过是太自我肯定了而已 而又隔着这八十多万的拆钱馆 把自己的人品都搞没了 合并 所以可能我们有必要进密室 我们探讨一下 你们姐妹 怎么才能够达成 愿意去合作 愿意去协作的一种亲情关系模式 这才是要解决的问题 这点钱不足挂齿碰 没什么好谈的 放下猜疑与误会 携手面对照顾兄弟的难题 这是杨家姐妹急需调整和改变的现状 带着调节团队的建议 密室环节随即展开 如果我们把姐姐全部排外 能不能让家庭和谈 和谈 和谈不了 不是说我 就是我弟弟都不容许 妹妹同意姐姐和她一起照顾兄弟 但是基于姐姐的性格考虑 她希望以自己为主 照顾兄弟的日常生活 在我妈妈生病的期间 她两次差点跟我弟弟交手 要打我弟弟 托福让她照顾我弟弟 照顾我哥哥 我真的放心 适当的时候 也让她参与到 照顾到弟弟哥哥的事情当中来 而不是说你一点都不能爱 其实我也不希望 对啊 包括我弟弟也不希望 出现这种局面 密室另一边的姐姐 告诉观察员罗九宝 她之所以坚持要监管 母亲留下的拆迁款 并不是想分钱 正如观察员李小云分析的那样 她藏着一股委屈 希望以此获得家庭存在感 这笔钱 她这样活得我很不舒服 你们两个分道仰标 你弟弟和你哥哥和弟弟 永远没用的保障 我的意思是 我也不进我也不舒服 以后我哥哥和我弟弟 遇到困难就利用这笔钱 就是把那六十万 她这三十万我这三十万 我以后我的弟弟和哥哥 我从这里拿钱出去 我放弃继承都可以 但是我要管到一半的钱 带着姐姐的诉求 观察员罗九宝决定找妹妹商量 试着帮她们协调一个 相对平衡的解决方案 我们是现在以人为主 不是以前为主 我不管到哪个什么时候 都是这样说的 对于姐姐提出监管 一半拆签款的要求 妹妹还是显得有些不放心 调解陷入暂时的僵局 见此观察员罗九宝提醒妹妹 虽然弟弟在电话里表达了 跟随她生活的意愿 但是不代表妹妹可以 私自决定拆签款的处置 那么你 你们的监护人 没有确定好的话 不可以替她的表态 让弟弟让哥哥就做决定 思虑再三 罗九宝提出了第二套解决方案 那就是兄妹四人 首先依法行使自己的继承权力 然后再谈义务和个人情谊 唯有这样才能够合理的 把拆签款的争议降到最低 最终经过观察员罗九宝的分析和解释 姐妹二人能否同意第二套解决方案 回到场上之后 各自会作何反应 调解马上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经牌条书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我把协议给双方念一下 协议第一条 母亲的遗产及拆签补偿款 减去母亲住院及其他费用后 依据继承法进行遗产继承分割 二 假以双方 也就是姐妹两人 充分考虑哥哥和弟弟生活存在特殊困难 同意哥哥弟弟各按剩余款项的40%分割 姐妹双方各按剩余款项的10%分割 哥哥和弟弟分得的款项 各自存入本人账户 三 假方也就是姐姐同意 若日后哥哥或者弟弟继承部分用完 愿意将分得遗产赠送给哥哥或者弟弟 妹妹承诺所继承的遗产全部 赠送给哥哥和弟弟 四 哥哥和弟弟的日常生活 充分尊重哥哥弟弟自己的意愿 但负责具体照顾的一方 必须告知他们的生活情况 好 这是协议内容看一下双方能否接受 接受我们就签字 可以 我说一下我对这份协议的理解 以分割财产的形式来说明每个人在这个家里都是有权力的 同时我们在权力之下再谈责任义务感情 其二是我们本着自己被权力认同的前提之下 二位都表示可以把自己继承的这一部分 再重新还给自己的哥哥弟弟 这就叫情义 我们在这个家里不被认同 我们是没有机会表达情义的 甚至可能如果我们没了权力 权力被剥夺了 那我们我们也没有责任和义务来表达情义 其实你们二位还应该再加一条就是 如果这些钱继承的部分也还回去了 全都用完了 那么哥哥和弟弟的生活如果还需要钱 那我们姐妹俩是愿意共同承担的 我把这个协议给解释清楚了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各尽其责 在完全被责任权力认同的情况下 我们再表达自己的情义 我们在协议只有这个意思 你对这个家的付出我也是很感谢的 我对他们两个我也是有很牵挂的 但是有一天我不在这个世上 我又违交代我的十年 好好照顾这两个舅舅 我还是社区化各凭各的良心上行下下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主动去寻找那一丝甜蜜 也能带给对方更多的甜蜜 叫做兄弟同心齐力断心 这句话也送给今天的杨家姐妹 照顾兄弟起居生活 绝非一朝一夕那么简单 未来的路充满了困难与变数 唯有姐妹二人齐心协力相互支持 才能够积攒出更大的力量去面对困境 希望在未来的生活中 杨家兄弟姐妹能够更好更团结的走下去 让亲情传递 让爱延续 请不吝点赞 告词 谢谢 如果晚安 合安 un 乐